一个63岁有长期病患的男人 在上个星期五接种科兴疫苗 两天之后因为呼吸困难入院之后死亡 卫生署强调未能够确立死因和接种疫苗有关 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今天会开会审视个案 有专家顾问初步认为死因未必和疫苗有直接关系 那个63岁的男人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慢性滋气管炎 上个星期五在佐敦观中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接种科兴疫苗到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 他自行去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失求医 其后情况迅速恶化 经抢救后离世 由入院到死亡只有大约5个小时 个案交死因裁判官跟进 政府专家顾问许柱昌认为 较大机会是因为心血管病不治 他有三高 血压高 高血脂和糖尿 另外也有长期吸烟就有这个慢性气管炎 由于他有四个高危因素是可以导致心血管病 所以又未必和那个疫苗有一个直接关系 如果本身有心血管病的因素 那有很多时候都是会有心肌更失出现的 但是他也都打过这个疫苗 所以你也都要很小心这样看完那个记录 也都等到那个解剖报告才有一个最后结论 由于他在接种了的 比如说头过24个小时 是没有任何一个副作用的 和疫苗有关的敏感或者副作用的一些迹象 他在到比如说近48个小时才有呼吸急速 在他的医生里面也都发现不到 有任何感应的迹象 他其实跟疫苗的关系 其实就是非常之低的 因为是一些常见的副作用 令病痒肌肉痛或者其他副作用 而令到他触发救病复发的 又没有这些迹象 卫生署说新冠疫苗 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会评估死因 和接种疫苗的因果关系 这次那个严重的事故 就是未确立到那个成因 就是还未知道 是不是和接种疫苗有关 一切都要留待我们那个 评估的专家委员会去审视所有的资料 所以任何东西都是言之上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现在在我们疫苗接种计划 如火如荼当中 所有使用的疫苗 其实都是经过我们的顾问专家委员会 审视所有的安全和成效的数据 他说疫苗接种计划可以继续 无线电视机就在邓杰盈报道